一千 五千 一万 五万 本期视频我们看世界超标系列之 韩元 韩元是大汉民国的货币单位 由韩国央行、韩国银行发行 韩国目前流通发行的有四个面额就是我桌面指示章 分别是一千到五万韩元 是在2006年到2009年间陆续发行的 目前汇率上人民币一元约合192韩元 这张最高面额的五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是260元 韩元紫币是典型的传统型的超卷 韩国自古受中国巨大影响 其纸超也处处体现了中华文明 特别是儒家诗家诗相的传承 韩元正面历来都是 著名的一些历史人物 例如 大叔李皇、李儿、史忠等等 这些名人在韩元纸币上长达接近60年 经历多次改版 均未改变 可见其历史地位和攻击 超卖的背面 这与采用的是与正面人物 有所关联 一些建筑 记民 创作等等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这四张 韩国目前正在流通的纸币 这张蓝色的超卖是一千韩元 一千韩元正面是被公认为是朝鲜 乳学带走 朝鲜中期著名思想家 朝鲜著作学代表人物的退席先生 李皇 退席是孔子的韩文意思 可见李皇的历史地位 超卖边缅为朝鲜撒嘴画家 千摘正善的撒嘴画 剔上进去图 这幅画描绘了李皇先生生前 在西藏书院 执笔的一个形象 这张有点偏暖色的五千韩元 他的周面是著名的哲学家 政治家 素古先生李尔 他称拜李皇为师与李皇 并称为是朝鲜思想记的 双臂两大儒 超卖边面是李尔的母亲 参事任堂 所著作的平方画 草丛图中的西瓜与锅锅 这幅画就是鸡罐花与青蛙 这张是绿色的一万韩元 正面是李氏朝鲜第四代国王 韩文创造者 是中大王 右边这个画是日月五峰图 还有背景这些 文字 是 龙非玉天歌 日月五峰图是朝鲜国王使用的 持久平峰 象征国王统治的万物和生命的远行 现场与 当个国内故宫博愿 龙非玉天歌最早是以 韩文字 书写而成的作品 超卖的背面是 混天仪 和光学天体万劲 混天仪 是是荣赛和时期组织制造和改良的古代科学遗迹 混天表是 利用中国的混天仪和西式闹中原理自身的天尾时钟 现场与高丽大学博物馆 为韩国的 二百三场活宝 最后我们看韩国最高面额的 5万韩元 在2009年6月23日 韩国征发了 5万这个面额 韩国央行表示 大面额不仅能提高支付接收的效率 还得减少货币管理和支票发行的费用 5万韩元推出后 减少了金默交易所需要的 准备重量 加强了商业贸易 银行存取款 现今期待着电影 5万韩元的正面人物是 韩国 历史上 超标历史上的唯一一个女性 她是朝鲜时代女说法家 深深热堂 人物左侧 就是她的作品 墨幅的图 深深热堂即是孝顺的女性 狭狗的妻子 也是伟大的母亲和卓业的艺术家 被后人看成是 韩国最杰出的女性代表人物 是负责的典范 她的儿子 就是这张 五千韩元上面的人物 李儿 母子 同时出现在纸杀上面 这个在事情范围内也是极少见的 在超标的正面 采用了 三幅的水墨画 还有一幅的刺绣厨 中文印证了 中国对近年朝鲜古代文明的巨大影响 也从正面说明了韩国女性的地位正在提高 开始得到了重视 插票的背面是这一系列插票中 唯一的一个 素色的设计 背景是朝鲜王朝中期画家 于梦隆的月梅图 还有李廷的风竹图 以上就是 这市场插票的一个简单介绍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插票的一些设计啊 和我们中国文化多多少少是有关联的 甚至里面都有一些 汉字 在这里 牌匾不是汉字 这张也有 包括这些梅 竹 这些有代表意义的植物 还有刚才所说的 一些 这些 绘画作品 怎么说呢 多于我们中华文明有一定的关联 OK 以上那场就是对韩国流动插票的一个简单介绍 如果大家对这些插票有什么看法或者自己的观点欢迎留言评论出来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滚耐紫币也请持续关注华华的赛百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